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后人的一些思想融合在了一起 不过至少有几个方面 人们认为还是可以代表佛祖的最初的这样一种思想 其中尤其是四圣地这样一个思想 人们一般认为是佛祖当初在菩提树下 误出的一个最核心的思想 所以我们这一讲重点就要介绍四圣地这样一套理论 同时佛教的基本观念里面还包含有三法印 这么一套思想 我们也在这一讲中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下面我们首先来了解何谓四圣地 所谓四圣地也简称为四地 四地也就是四个真理 这四个真理用四个字分别来代表 那么分别就是苦地 吉地 灭地 到底 这四套真理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这四个真理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了解苦地 那么苦地它到底在说什么呢 那么苦地要回答的问题 其实就是人生的本质是什么 当然通过这个苦地的这个关键字苦 我们大概就能理解 它里面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字苦 从佛祖当初出家修行的过程 我们知道他看到了人间的老病死等等 各种具体的一些苦的一种现象 所以在追寻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了人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个苦不仅仅包含着生老病死 这样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苦 其实佛教里面的这个苦 还包含着更多的一些 或者说还包含着他们认为的 这样一种本质的苦是什么 那么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 那么这个苦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在佛教经典里面对苦 何谓苦有很多解释 这里我们选取佛教里面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 八苦说 来了解何谓佛教之苦 我们来看看八苦 包含哪八个苦 生老病死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 无取运 这八苦 它其实是从这样一个具体的 或者具象化的苦 逐渐地提升 一直到佛教认为的苦的本质 苦的本质 所以八苦说能很好的让我们理解佛教所说的苦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看前四苦 生老病死 这四苦是比较好理解的 也是我们普通人常常也能够感受到的 比方说所谓的生 佛教认为 人的这样一种出生的历程 出生的过程 本身就包含着很多的苦 像幼儿 是吧 要经过十月怀胎 那么在这个母亲身体里面 让一个狭小的空间 在佛教看来 这就是一种苦的一种环境 然后呢 出生的过程也是充满着危险 也是充满着痛苦 老 更不用说了 老是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担心的一种苦 普通人也很担心 人们都不想老 但是我们知道 人必然会走向衰老 病 同样是人人都不想生病 可是我们知道人都会生病 这是我们人生中很常见的 一种具体的苦 死更不用说了 死亡 我们知道是人类 常年面临的一种焦虑 人生中 面对这样一种焦虑 有很多的哲人 有很多的思想家 曾经提出过很多的一种看法 那么生老病死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 和我们的身体有密切关系的 这样一种苦 后面两个苦可以说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可以说是第二层 第二层 更抽象一些 愿赠慧 通过这个字面 我们大概就能理解 这一苦代表的是哪一内苦 愿赠 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碰到的 我们不愿意自己 憎恨别人 也不愿意别人憎恨我 所以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可以说情感 是人们都不愿意 或这样一种人 也是人们不愿意碰到的 可是偏偏让你与之相会 愿赠慧 当然这一种苦 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类苦 那就是说 你不想遇到的 不想碰到的 偏偏让你遇到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 这样一种苦 可以说很常见 人们经常说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爱别离呢 应该说和愿赠慧 非常相似 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阐释这样一种苦 爱是人人都需要的 我们希望自己去爱别人 也希望别人爱我 爱是人们不愿意 什么样的 舍弃不愿意别离的 可是 在我们的人生中 爱常常跟我们别离 爱人 常常跟我们别离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苦 可以说这也代表着一类 那也就是说 你希望保存的东西 常常会合理别离 那么愿赠慧 爱别离 应该说是 代表了一类现象 一类苦 这在我们人生中非常常见 可以说是第二个层次 第七苦 求不得 可以说又抽象了 又进一步抽象了 可以说到了第三个层次 求不得 应该说前六苦 都可以用求不得来概括 生老便死 我们都不想老 可是偏偏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你求不得 我们都不想病 可是人人都会生病 我们都不想死 可是人都会走向死亡 这都是求不得之苦 同样的 愿赠慧 爱别离 也是如此 所以第七苦可以说 可以涵盖前面的六苦 甚至于还可以涵盖 很多具体化的一些苦 是比较抽象的 求不得 这一苦也比较好理解 其实最难理解的 恰恰是第八苦 无取运苦 而从字面上我们不太好理解 这一苦代表的是什么 而这一苦 其实代表的就是 比求不得更高一个层次 就是它的概括性更强 或者说就是佛教认定的苦的本质 所以对这一苦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 何谓无取运苦 那么八苦中的无取运 这样一个说法 在不同的佛经里面 有不同的这样一种翻译 比方说 还有一种是 五圣因苦 或者叫五因圣苦 这个圣也可以读成 成东西的成 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 意思是一样的 当然后人的解释 逐渐的慢慢有 不一样的解释 我自己比较喜欢 选取无取运苦 来解释这一苦的本质 因为呢 这一个翻译呢 应该说更好 更有利于我们来理解 佛教认为的苦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何谓无取运呢 无取运其实是由两个词组成的 一个就是五运 一个就是取 五运包含着五种元素 色受想行识 那么佛教认为 人就是由这五种元素构成的色 代表着是物质性的肉身身体 那么受想行识 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意识 受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一个词去套 大概相当于是这样一种 是不是 感受 想呢 是人的一种 比方说思想 行 相当于是一种意志 意志 实 那就是包含着前面这几种的意识 相当于就是意识 简单地说 五运就是身体 有肉体加精神合在一起 那么就组成了我们这个人 好 这是五运 去 去指的就是一种固执的欲望 执着的贪爱 简单地说 就是一种执着 对欲望的一种执着 那么这两个词合在一起 通俗地说 就是在我们人的头脑里面 有一个曲子 有一种执着 由此而产生了一切的痛苦 所以苦最根本的特质 或者说苦的本质 就是无曲运 可以说就是人心中的那一种执着 那也就是说 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源于我们对欲望的执着 好 这是佛教对苦的本质的一种界定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的高僧们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说 其实没有必要用这么复杂的理论 去解释何为苦 其实我们看看人长到这个样子 其实脸上写的就是一个苦字 比方说眉毛 相当于是草头 是不是 眼睛一横鼻子这一树 下面一个口 这不就是一个苦字吗 当然了 这是中国僧人们的一种附会 一种说法 那么通过八苦 我们就大致了解到 佛教所谓的苦是什么 它的本质包含着什么样的东西 简单地说 人生的痛苦都源于我们的执着 好 这是四圣地中的第一地 苦地的一个内涵